另外来看土耳其军方潜水员 在黑海海中发现了28枚的炮弹 距离伊斯坦堡不远 那么他们已经在今天 把这些未爆弹给引爆了 从土耳其官方提供的这一段画面 能够看见炮弹被引爆之后 所掀起的巨大火火 那么现场更因此短暂出现彩虹 引爆地点是在伊斯坦堡东北部的城市 西来的海岸 伊斯坦堡当局指出 这些炮弹年代久远 但没有刻上制造日期等资讯 无从得知他们是哪一年 由什么单位所生产的 嗨 大家好 我是颖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